宋太宗赵匡应在发动统一战争期间 与辽朝对峙磨擦了15年 两国的关系从974年开始才渐渐走向缓和 开保8年 宋辽两国相互以礼拼问并签订合约 从此宋辽两国使者来往频繁 开保9年10月19日夜晚 宋太宗赵匡应突然去世 他的老弟赵光义即位 这就是宋太宗 之后辽朝派遣使者前往开封调宴 第二年 也就是太平新国二年 辽朝派出82人的庞大使团 携带大量礼品出使北宋 祝贺宋太宗登基 大权在握之后 宋太宗赵光义想征讨北汉 就问曹冰的意见 曹冰说 国家兵甲精锐 可摧枯拉朽 于是宋太宗赵光义坚定决心攻打北汉 太平新国四年正月 宋军将士开始准备 辽锦宗得知消息后 派遣使者向北宋讨个说法 宋太宗给的答复是 河东匿匿 所当问罪 若北朝不原 合约如旧 不然则斩 随后 宋太宗命令攀美为北路都昭桃之之士 统领崔雁靖等将领 组成攻打太原的主力 又命令云珠观察使 郭靖为使领官都部署 其目的是 如果辽军从北面南下增援 郭靖将实施阻击任务 一切筹划完毕 赵光义亲自统领十多万人的大军 开始发兵攻打北汉 其中 曹兵也随太宗一起出征 宋军于2月15日从开封出发 3月到达郑州 之后 宋军向西进入太常山 分兵攻取了渝县 沁州等外围州县 与此同时 定难军截斗时 李济军 普林州的舍家军 也都派兵增援北宋 从西部向东 攻打北汉的外围州县 这里有必要提下这两股势力 首先 这个定难军 是以党项人为主体 所组成的地方势力 以夏州 银州 隋德 幼州等城池为统治核心 其势力范围 包含如今陕北吴定河流域 以及整个茅巫塑沙漠地带 在五代十国的这百年间 不管中原势力如何更替 党项拖跋里士都俯首称臣 因此 党项势力得到极大发展 永安军 是由蛇氏蛇家军为主体 所组成的一个地方势力 蛇氏本为鲜卑族 在隋唐以来的 民族发展融合的大潮中 他们先党项化 随后又逐渐汉化 这支势力从八世纪末开始 占据釜州 依靠陕北千沟万赫的 独特地理优势 在党项契丹 以及中原政权 等多方势力的交界地带 生存下来 蛇氏家族 以陵府地区为核心 从五代诗国时期开始崛起 在短短的五十年间 发展成为一支强悍的地方武装 之后 辅州升为永安军 后来 在蛇从软 统领蛇氏家族势力的时候 蛇从软 先后被中原王朝 授予光露大夫 简效太尉 永安军节度使 辅盛等州观察处置使 并赐予功臣名号 辅州蛇氏 获得了唐末五代时期 地方军阵的最高职位 蛇从软是蛇家军崛起的关键人物 蛇从软终其一生 都在与契丹作战 为中原王朝戍边功勋卓著 对于蛇从软这个人 大家可能不太熟悉 但是 对于蛇从软的孙女儿 我估计大家耳熟能详 她就是蛇赛花 蛇老太君 蛇赛花是后世戏曲评书中 赫赫有名的阳门女将之一 蛇赛君的原型 也是北宋初期著名战将杨叶的妻子 这个杨叶何许人 竟然能娶到蛇赛花 这个林府蛇氏之女 杨叶的祖上在林州为官 杨叶的家族在林府地区 虽然远远比不上蛇氏 但是杨氏在林州 也是当地响当当的土豪 杨叶在小的时候 就善其色 好田烈 成年之后 杨叶便开始在太原担任君职 为北汉政权效力三十年 他骁勇文明 战功卓著 杨叶在北汉任职期间 他娶了蛇赛花 生了很多儿子 其中大儿子就是杨延昭 我们把目光移到战场上 当时北汉被四面攻击 北宋大军更是来势汹汹 郭靖的军队已经到达石领关 北汉皇帝刘继元 无法抵挡宋军的攻势 激忙派遣使者前往辽朝求援 而辽朝在第一时间 魅力南远大王耶律携诊 统兵数万持援北汉 3月16日 辽军前锋耶律沙日夜奸程到达白马里 遭到郭靖的阻击损失惨重 幸亏耶律携诊及时赶到 才挽回局势 辽朝的援军无法及时入园 太原城岌岌可危 当时北汉大将杨叶就劝说 北汉皇帝刘纪元归降宋朝 来保全性命 4月22日 赵光义到达太原城下 开始威攻太原城 宋军威攻太原城半个月 辽朝援军迟迟不来 当年5月初六 北汉皇帝刘纪元兼大势已去 便现成归降宋朝 其中杨叶率领不重也归附北宋 赵光义非常高兴 虽然宋太宗征服北汉的战争还算比较成功 但是由于北汉兵少而强悍 战争结束之后 宋军将士疲惫不堪 急需修整 而三军自重消耗严重 也继续补充 辽朝在宋太宗侦罚北汉期间 一直派遣使者保持联系 辽朝使者曾经奉书问起局 我们大致可以看出 宋太宗发起攻击北汉的这场战争 并没有在实质上重伤两国已经缓和的关系 北汉的归属问题 只是宋辽双方博弈的筹码 还不足以让宋辽撕破脸皮 宋辽两国真正的争结 是优艳之地的主权 宋军击灭北汉之后 几乎没有来的急修整 宋太宗赵光义就想乘胜发动北伐 收复幽艳之地 殿前东玉侯崔汉认为 幽艳之地取之甚意 之后 赵光义不顾部下的其他意见 决定立即发动北伐 宋太宗赵光义留下大将攀美 杨叶驻守燕门 在攻去太原之后的半个月 也就是当年5月20日 赵光义从太原发兵翻越太行山 于29日到达郑州 6月初期 赵光义调发 京东河北各州的粮草之众 运往前线 宋太宗在6月13日率军 从郑州出发 北宋对辽的第一次战略进攻 就此爆发 在北伐初期 宋军作战十分顺利 辽朝的城池接连恢复 6月20日 赵光义亲自统军 先后击败了辽北院大王耶律西底 统军使萧桃谷 以及以四王撒赫的军队 之后宋军乘胜 继续向幽州进发 在6月23日天亮时分 到达幽州城南 就在宋军行军期间 之前 池远北汉的 辽南远大王耶律协诊 率先抵达前线 由于当时 北远大王耶律西底 等众多辽军将领 失败北撤 宋军兵封强劲 南远大王耶律协诊 决定屯兵得胜口 不再继续向南 他收据北撤而来的辽军溃兵 等待时机 6月25日 宋军开始对幽州城四面合围 第二天 也就是6月26日 赵光义分兵向北 攻击耶律协诊 耶律协诊统兵迎战 双方交战一整天 忽有胜负 之后耶律协诊派出一支骑兵 绕后击退了宋军 宋辽双方 在青沙河一带隔阂对峙 在交战期间 耶律沙趁着绕后的时机 率领军队突击到幽州城外的高粱河一带 经过交战 耶律沙不敌宋军被迫撤退 然而耶律沙并没有逃走 而是重新整顿军队 安营乍寨 等待援兵 当时 幽州的守军将士听说援军已经抵达城外 守城将士士气大振 外加幽州城池坚固 宋军连续强攻 无法攻破 宋军士气渐渐开始低落 宋太宗赵光义多次前往城下独战 并且又增加800架同时机 对幽州城发起猛烈围攻 幽州城窥然不动 辽锦宗在6月30日的时候 就已经命令舍利狼军耶律修哥 带领数万大军持援幽州 同时替代耶律西底为北院大王 总筹对宋作战 到7月6日 耶律修哥的大军即将抵达高粱河前线 宋军的攻城战已经持续了12天 7月6日晚上 耶律修哥的前锋已经到达前线 与耶律沙会合 辽军的援军每人手拿两只火把 宋军看见远处一大片火光 畏惧情绪开始在宋军将士中蔓延 不久 辽军主力全部到达战场 耶律修哥与耶律协诊 每人捅兵数万 分左右两翼冲击宋军 宋辽之间著名的高粱河之战正式打下 双方苦战多时 耶律修哥身受三处创伤 宋军也苦苦支撑 胶着之时 犹如城内的辽军打开城门 列阵鸣鼓助威 宋军两面受敌 顿时全军大乱 数万大军开始向南逃走 辽军追杀三十余里 宋军被斩首万余级 第二天 宋军全线溃退 宋太宗赵光义 一直被辽军骑兵追到卓州 窃城渔车顿去 险些被俘 宋太宗赵光义发动的 收复幽艳的北伐战争 以宋朝的惨败而结束 赵光义在高粱河战败之后 于7月13日逃到定州 赵光义觉得 辽军必定会趁势南下反攻 于是分兵驻守各个耀冲之地 命令殿前都于侯崔汉 以及定武节度使孟玄哲等人 留守定州 命令郑州前侠刘廷汉 张哲节度使李汉琼 驻守郑州 命令和阳节度使崔燕进等人 镇守关南 两个月之后 也就是当年9月中下旬 果然辽锦宗耶律贤发兵南下 他命令燕王韩匡寺为都统 南府宰相耶律沙为监军 率兵数万从幽州出发 分兵两路南下 东路军有韩匡寺 耶律休哥 耶律协者等将领率领 沿平原南下 西路军有南京统军使 耶律善部统领 从山后偷袭雁门 9月30日 辽军陆续开始 向满城方向集结 当时 宋军的郑州前侠刘廷汉 探知了辽军的行动 他率军急行200多里 率先到达徐河南岸 列阵不防 随后 崔汉李汉琼等部的宋军主力 也及时赶到 主将崔汉下令 按照宋太宗所给的阵图 要将大军排布成八阵 北宋的右龙武将军赵延进 在登高瞭望探查敌情之后 发现辽军气势非常强盛 于是赵延进便建议主将崔汉 放弃宋太宗提前规划的八阵部署 他说如果将大军排布成八阵 军队将过于松散 一旦交战 敌军兵风强劲难以抵挡 监军李继龙 以及众将士都觉得改变阵法很有必要 于是宋军主将崔汉随机应变 违背赵令将八阵改为二阵 大军前后呼应 便于集中兵力抵抗敌军来袭 监军李继龙和主将崔汉 都表示愿意承担违抗赵令 以及万亿出现战局势力所造成的一切后果 与此同时 崔燕进统领的另外一支宋军 悄悄从关南北上 沿着黑卢迪向西北方向快速行军 之后绕过长城口 运动到辽军侧后四击而动 宋军对辽军形成前后夹击之势 此战 宋军集结在徐河岸边的正面大军 有八万支众 运回到敌后的崔燕进的军队 大约有两万支众 北宋一共投入总兵力十万左右 与辽军数量相当 宋辽双方隔阂对峙了十八天 在当年十月十八日 辽军首先对宋军发起进攻 耶律休哥统领精锐 对徐河上的桥梁渡口 发起猛烈攻击 刘廷汉经过激烈抵抗之后 开始撤退 向后方主力靠拢 辽军兵封强劲 陆续开始渡河 前锋推进到满城重溪 宋军立即对过河的辽军 发起猛烈还击 成功遏制了辽军的进攻势头 宋辽两军开始对峙 第二天 也就是十月十九日 正当辽军准备再次发起进攻的时候 宋军的某些将领 派遣使者前来请降 辽军主帅燕王韩匡寺大喜国王 耶律休哥认为 宋军归降不可信 就劝说韩匡寺严阵以待 小心有诈 而主帅韩匡寺却没有听进去 他欣然接受了宋军的投降 宋军归降的消息 迅速在辽军军营中传开 燕王韩匡寺在大营中 等待约定来降的宋军将士 然而让他没有想到的是 宋军突然理想战鼓 对辽军发起总攻 顿时尘土弥漫 呼声震天 辽军大营一片慌乱 辽军主将燕王韩匡寺大惊失色 立即下令撤退 一直按兵不动 埋伏在辽军后方的崔燕进 突然发起攻击 劫机撤退的辽军 当时辽军全军溃退 唯独耶律抹之的军队保持不乱 耶律休哥撤退二十多里后 收集散兵整顿军队 开始阻击宋军的追兵 宋军这才收兵返回 此战宋军大获全胜 斩首万余级 生擒弃弹丹酋长三人 俘虏老幼人口三万人 缴获众多麻痹洋畜等自重 与此同时 耶律善博统领的辽军西陆军 也被洋叶挫败 耶律善博得知 东欧军败退的消息后 便不再组织反抗 而及时撤退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